超好吃 完全没有鸡蛋那种骨质 比我想象中清淡粉多 没有那么油 哈喽 这是你们的可可呀 在座的女神们 有不爱吃螺蛳粉的吗 有一家炸蛋螺蛳粉 我真的收藏超级久了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尝一下味道 哇 就是这里 又是一家藏在美食城里面的店 还是挺吓得我的天 美食街来了 这个地方好多吃掉 我看到了 就是它 哇 还没有很多人 快点排一个 你要这个粉和面可以拼吗 没有的 那要一个猪手的小份 再加一个炸蛋 你要这儿有臭豆腐吗 有啊 这个是什么 是蘸的是吗 然后这个是有汤的 太品味了 那要这个有汤的吧 好的 换汤了 嗯 要49号的 49备菜都要吗 都要 谢谢 这盛辣就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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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臭豆腐 谢谢我的妈 我再等你 等着急了 好的 谢谢 帮你去包裹了 哦 好 这个时候别往那里 好嘞 谢谢阿姨 太方便给我香傻了 不行 我先来一口吧 嗯 但是看它这个辣度 我觉得不太够了 不要的正常辣 但是一点都不辣 这个辣度 好烫 大家往前洗人 我要射口了 还怎么认住去贾良辣 这红油才是螺蛳粉应该有的样子 不是吗 我怀疑你跟它说正常辣 就是微微微辣 但是不知道这个辣椒辣不辣哦 我这个板凳不碍事吧 就是放的有点靠前 不辣认证 一点都不辣 说实话 我觉得它酸粉的味道没有很重 就没有那么的酸臭 我还是更喜欢那种酸臭味特别重的 尝一下咱们的炸蛋 我看网上的经验说是应该把它这样 完全在汤里面泡很软 然后它就会吸满很多汤汁 超好吃 它这个炸的我觉得已经完全没有鸡蛋的那种组织了 比较筋道感觉 就像是平常自己在家炒鸡蛋 然后炒得很过的那种感觉 而且比我想象中 这种轻蛋的速度没有那么油 吃完了 这个炸蛋应该配着螺蛳粉一起吗 透支后绝 太烫了 哇 那一个炸蛋真的不够吃的 我还在隔壁点了一个这个臭豆腐 我好像有点碍事了 之前不是那个臭豆腐螺蛳粉火锅很火吗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吃过 咱们自制一下 先尝一口这个 相对之下比较标准的长沙臭豆腐吧 灌汤的 它里面豆腐还挺嫩的 但是 嗯 泡一下螺蛳粉的汤试试 一人份臭豆腐螺蛳粉火锅 实话实说 我不知道是臭豆腐的问题还是螺蛳粉的问题 反正 来吧 粉豆要吃完了 来尝一下咱们的猪脚吧 这种炸的猪脚我还真是没吃过 应该是炸完之后 然后在螺蛳粉汤里面卤的 感觉它还挺软滑的 呜 它这个筋已经被完全炸的 烂透了那种感觉 作为第一次吃虎皮 猪脚的人 我觉得虎皮鸡脚更好吃 它非常好脱骨 但是吧 就是感觉没有猪脚那种原本的软糯 就感觉所有的东西都被虎极化了 我甚至觉得它在这个汤里更好吃 在这个汤里面其实没有很入味 放蛋没想到啊 我今天今天觉得海雷 你好 这个凳子有人用吗 没有 我觉得他们家炸蛋真的很好吃 这种吸满汤汁 它很有嚼劲的鸡蛋 我觉得很香 但是他们家应该是改良过还是怎么 反正这个汤底没有那么臭 辣度吧 也纯靠自己添加的那点辣椒油 它里面其实是有给盛这种 但是这让我怎么吃吗 我刚才吃到炸蛋的兴奋感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炸蛋 然后我离这附近比较近的话 可以来试一下 因为 真的很奇妙 炸的抛起来 是满汤汁的鸡蛋 但是如果离很远 然后专门来一趟就 没什么必要 那咱们今天这一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